常常发带向着未来的路 该怎么样走下去 外面阳光扑着 内心却是暗无天人 无云你不悟 听说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 你心里一定会说no 总是羡慕身旁 经过的朋友 向前冲 向前冲 望着背后向前冲 想想自己是个无敌的草根 向前冲 向前冲 看着标杆向前冲 成功的那一颗音乐会响起 铺盒着 铺盒着 内心浪浪超能力 超能力 今天会最帅的这是 拥抱这些所有的挑战 噢 跌倒了 跌倒了 没关系再趴起来 再趴起来 时间就要开始各求各位 我们就要一分钟变大声叹耶 下期再见 我帮我帮你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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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准备 Kaf是哪一颗音乐的 哈 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七八岁的年轻人 哪有为了看书不睡觉的 你刚从一院回来 这样会把身体搞坏的 妈 你放心 我自己身体我自己知道 而且 我一定要弄清楚这种病 不只是为我自己 也为了所有为不孕所苦的父女 还有夫妻 有这么严重吗 有 真的一晚上都不睡啊 身体怎么受得了 对啊 我刚刚已经修过她了 求美啊 她太投入了 我怎么说她都说不听 你看怎么办呢 冯家斗啊冯家斗 你要怎么办才好 不行 这样我不就跟阿琪一样了吗 我们也要做几十年了 大家一直都对你这么信念 但是事情一直拖了 我们也不怕就是我 不管 预计现金就预计现金吧 至少先解决师傅的工资 二十八还行完利息 再收吧 家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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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是不是在这啊 我看我看到你在路边 所以叫你一下 你在说什么啊 是我先叫你的吧 你先叫我的喔 知道 没差 又怎么差别了 听说绿瓶回来了 你先要找她 她只是单方面的跟婷婷联络 撑不上回来 而且你看我穿着这副德性 像是要去找她的样子 对 对 你要去工作吗 赚钱 补少绿瓶 这什么啦 你快快的 不要 不要给我看一下 对 这工具箱 我们改天交流一下 交流 对啊 电站啊 强力交 我们工作性质差不多嘛 好 好 我不当过你了 我等一下还要开个会 先接个电话 光哥停说我想她 喂 家动 喂 镜长 不好意思 我知道 我知道这笔钱拖了很久 好 我马上就给你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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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的 我全部取啊 好 富三十七万八千五百 家动 老公 帮我开门 老公 来了 你怎么不然跑来啊 我下午不想进公司啊 刚刚回家没看到你 我就想你一定会在这边忙 老公 你今天有想我吗 我今天双白好累哦 我要爸爸还有清清 辛苦了 哎 你很敷衍我耶 我是因为想要跟你办婚礼 才愿意去上班的 这么的累你不好安慰我一下 老婆 上班辛苦了 老公啊 我跟你说 我今天啊 看我们家的杂志啊 有看到一个新款的名牌包耶 嗯 我刷卡买了 你买了 多少钱 你干嘛这样啦 我现在 上 哎 我上班这么辛苦 买个东西送我自己 可以吧 那你帮我付宝宝的钱 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好不好 拜托你 我家哪有无理取闹啊 买一个包包给我 表现你的诚意 有这么困难吗 我现在没有这个钱 这什么烂借口啊 你不是跟我说 你接到一个大案子吗 对 有个大案子 它现在没了 怎么没了 我连洛不送那个业主 我打电话打了八百多通 他都没有接 他八成在多五 那也只是没赚到这个钱 你的户头应该都还有钱吧 我选了三个师傅 一个月的工资就快要二十万 时工的材料我也订了 这些加一加我 欠了快一百万债 银行那边还有二十%的循环利息 那其他的案子呢 你总还有一些其他的案子啊 我也会 我没有案子 我没有钱 怎么可能啊 你骗我的吧 我没有骗你 你相信我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节省一点 等一下 你的意思是说 以后我再辛苦工作 都不能买新的包包 我的梦想婚礼 要被无限延期 还有以后我们赚的钱 都要付给银行 你是跟我开玩笑吧 你以为我想要这样子吗 我也不愿意啊 那你告诉我 一个SOHO的室内设计师 没有案子要怎么赚钱 我才不想要当养老公的女人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不是那种坐以待地的人 我已经想好了 危机没有解除之前 我会和我之前长期合作的师傅们 一起工作 至少他们接的案子量比较大 工作比较稳定 而且 等一下 你的意思是 你要当装潢工人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我搞错啊 装潢工人耶 你要在外面每天都能脏兮兮 硬头部屈回家 这样跟清云哥有什么不同 装潢工人有什么不好 我身为一个室内设计师 我本来就要会画图 本来就要会施工嘛 我只不过从一个指挥者 变成执行者而已 对 跟清云有一点像 但至少都是脚踏实地地赚钱嘛 而且 这只是暂时的 没有人说我要一辈子做这个啊 装潢工人可以赚多少钱啊 再怎样 都比一个没有案子的设计师要好 而且 如果我们真的急着要用钱 你把一些包包卖了 至少我们可以多好几万块的抽转呢 帮大家动 你给我听清楚 我嫁的是一个室内设计师 不是装潢工人 不要说是要卖我的包包了 你要去当装潢工人 或是我们的婚礼要延期 我偷偷都回答你 雅慧 你要回家还是要去哪儿啊 你要回家还是要去哪儿啊 你想怎么办 氣死我了 我最快要被氣死了 為什麼家動案子一倒 我就要跟他受苦啊 當什麼裝潢購人的太太 不要 不要賭給他了 不要 我們這工具箱 我們改天交流一下 原來交動去ATM不是去領錢 是去借錢 對啊 我早一想到 我的薪水要幫他付銀行的利息 就一肚子壞了 什麼他的 明明就是你們的 把我扯進來幹嘛 那是他的工作 他借的錢和我什麼關係 你以為結婚 只是叫他一聲老公這麼簡單嗎 這男女一旦結婚 你們相互對彼此付出的責任 遠超過那個戶頭的凡禮 哥 你在說什麼啊 嫁雞隨雞 嫁狗隨狗 這句話你都不懂啊 可是那時候我嫁的是一個設計師啊 又不是裝潢工人 你們結婚的時候啊 我就說過啦 這結婚啊 不是兒戲 你趕快從你的這個言情小說大夢啊 醒過來吧 欽雞哥 你憑憑理啦 我 這 蝦洞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婷婷的乾爹 可是我覺得 這是你們兩個要一起面對的問題啊 家家有本難念的金 這清雲他們家的金也夠難念的啦 你還問他做什麼啊 我又沒有再問你 嗯 好啦好啦 我不陪你們抬槓 我要回房間寫小說 欽雞哥 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啦 我不想回答你 一定是你老公啊 找你回家念金啦 不要讓他進來 哄 你這些臭男人 你聽好喔 我是不會跟裝潢工人回去的 喂 不要鬧了 我跟妳說過這只是暫時的嘛 是妳才不要跟我鬧吧 這跟妳結婚的時候 給我的承諾都不一樣 還要給妳過什麼承諾啊 明明就被逼婚了 妳說什麼 沒有啦 我是說 這也不是我能預料的啊 但是既然發生了 我們就一起面對她嘛 是誰規定做夫妻 一定要一起面對所有的問題啊 Divin 我問你 你跟綠萍還在一起的時候 我是感情還很好的時候 你為了圓你的小說夢的奮鬥 家裡的開銷之書 都靠綠萍一個人 她有埋認過什麼嗎 那時候感情好 大概沒抱怨過什麼 對嘛 一對真正 互相扶持 互相招想的夫妻 本來就應該這樣啊 不然 你看人家李安 一開始沒有人找她拍片 她老婆就這樣養她十年 人家現在 已經是好萊塢的國際大導演了 所以亞蕙 我們遇到的問題 不是小案子嗎 全世界只有一個李安 你看清雲哥寫了那麼多年 現在還不是一樣 每天髒兮兮的 在社區跑來跑去秀水店 亞蕙啊 我的成就當然比不上人家大導演李安 而且我的小說到現在還沒出版 只能寫寫什麼星座專案 那綠萍離開我之後 生活也真的不好過 可是人生嘛 總不可能事事如女願對不對 你看 我一個人戴婷婷 從一個不及格的爸爸到現在 我能夠完全的照顧她 我很珍惜現在的生活耶 可是這又不是你喜歡做的事啊 我做一個水電工有什麼不好 我腳踏實地賺我每一分錢 這樣很好啊 對啊 從黃工人也是一樣嘛 好啊好啊 你們現在都一個鼻孔出氣啊 清雲哥本來就是你的好朋友 他當然會站在你這邊 不是 話不是這麼講嗎 明明就是你自己 好啦 吵死了 這是我家耶 一個房客一個外人 一個嫁出去的妹妹 你在這邊吵吵鬧鬧 當我是空氣啊 好啦 你就忍耐點 結婚是你自己決定的 老公也是你自己挑的 你就跟她回去 做你老婆應該做的事情 看看 家動妹夫 我跟我妹妹生活這麼久啊 從來沒讓她受委屈過 你要說她得公主病呢 也不為過了 可是啊 你身為一個男人呢 一個丈夫 讓老婆過好日子啊 本來就是你的責任 這雖然說啊 嫁雞隨雞 嫁狗隨狗 可是 你明明可以當一個人啊 為什麼一定要當畜生呢 啊 讓老婆吃苦受罪 也不是她應該的 知道 知道 好了 好了 閒雜忍等 離開我的房子 回家去 閒雜忍 你好好寫你的小說金 別管別人家的閒事啊 定期繳房租 才是你最重要的事情 好啦 我要回房間打坐了 我洗盡被你們這些人污染的靈魂 再見 曉慧 曉慧 好啦我先走了 回房間稀有的小說了 小虎虎 你也該睡覺囉 要不要眼睛閉下來 來 拍拍 婷婷 跟天才友子趕快睡覺 把比賽寫一下小說 馬上就睡好不好 嗯 嗯 爸比要加油喔 甜甜希望你們 天可以成功 爸爸一定會加油的 爸比晚安 晚安 本週的星座運勢 受到月亮跟潮汐的影響 好 這樣才開到不好 怎麼寫的呀 怎麼寫的呀 怎麼寫的開頭呀 車子 怎麼寫的 做到沒有 有什麼提供複嗎 全力烈的 這事情 是 好的 老婆 妳在看了 妳都會開一間晚上的 不要睡覺 我把這張看完 看我繼續睡 妳先睡吧 我看妳再看下去啊 都快變成治療 不育症的專家了 必須找一百個醫生 不如呢 我自己先建立一些 基本的相關概念 那不會浪費時間 跟醫生互動的時候 也比較有效率 我也一起來看吧 我说好歹 我也是醫學院畢業的醫生 這方面的知識 我也應該了解一下吧 從哪一本開始比較好 就這本好了 這本滿秋節的 最初音樂是有效的 最初音樂是有效的 可能是較除了 也有效力 這本真是有效的 最初音樂是有效的 秦源 你能回家 甚至跟我并肩作战 我真的好幸福 所以 我一定要为你生一个宝宝 感谢观看 爸爸起床了 你又在电脑前面睡着了 爸比写完了 你让我睡一睡 不行啦 爸比 婷婷知道你昨天晚上很累 但是该起床的时候就要起床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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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了 你早安 起床 要吃早餐哦 那婷婷去刷牙 那待会儿要去洗脸哦 真命 我的小管家 爸比 今天祝你胜利 谢谢你 我的小天使 爸爸在想说今天一定会过关的 爸比 你要继续帮我收集废电池哦 废电池 好好好 把爸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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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七伟真的该起床啊 你觉得我写得怎么样 非常好啊 真的吗 是 从你的文字中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你的观点 我是说在这里面我看见了你 什么意思 你的诚恳 真实 同时带着浓厚的家庭价值的基础 都在这里面可以看得到哦 以一篇星座浴室的专栏来说 我觉得很精彩很有趣 辛苦了 庆云哥 我相信主编他们一定会喜欢的 太好了 把我用一整碗写的 太值得了 庆云哥 为了你的身体健康 还是少熬夜哦 姐姐 主编 庆云哥 这是我们主编 你好 你好 别客气 来 坐坐坐 是 你就是王庆云 真抱歉啊 上次跟你约好了 结果临时有个会议要开 所以不好意思 让你白跑了一趟 没关系 没关系 主编 这是清云写的新作专栏 我觉得很精彩 太好了 我相信 萱萱推荐的人一定没有问题的 王先生 这篇稿子为了慎重起见 我们大概还需要一天的时间 来评估一下 今天可能就要请您先回去 我们会在确定之后 再通知您 没问题 如果您这边有任何决定的话 随时通知我 那今天很谢谢你来这一趟 我先去忙 好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萱萱 你觉得我写的稿子真的没问题吗 没问题的啦 我真的很喜欢呢 那我就放心了 我也相信应该没问题的 王先生对不起 这不是我的决定 等一下 这是你们公司回收的费电池啊 是啊 怎么了 客户都给我 好 你要的话就全部拿去啊 谢谢 帮我一下 帮我一下 盒子玩你 萱萱 你就不用送我了 你们这整栋大楼都是办公室 每一间办公室一定有回收费电池 我要每一间每一间办公室去收 把这整栋大楼的费电池全部收起来 走了 拜拜 好 赤鱼哥你慢走 赤鱼哥拜拜 费电池 赤鱼哥开始在做资源回收业务了 胸油不太大了 喂 宝贝 你这身打扮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了 你平常穿那些衣服呢 我说在衣橱里啊 反正以后穿到的机会不多啦 所以你现在要穿上去上班啊 有什么关系 这些衣服我都不要了 我也不怕弄脏 你知道吗 双方现场有够脏的 到处都是木屑 还会沾到油漆啊 全力骄傲什么有的没的 清云都不见得比我脏了 我问你 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 什么日子啊 我说的是你的工作 还有你的生活方式 我不知道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不是啊 一百万不是小数目耶 而且我也不知道 装潢木工的工作要做到什么时候 可是你放心 设计的案子 我也还是会继续去找 喂 有今天 我选择啊 我选择啊 非常简单 我头发照 音乐会响起 尘封的那一刻 音乐会响起 宝妹 宝妹 客人要的酒 宝妹 你干嘛这样心神不宁啊 你跟杨卉一样 心都飘到哪儿去了 没有啦 就担心阿琪在医院的状况啊 我半小时传解讯给他 他都不回呢 他人就在医院 能跑到哪儿去 哎哟 讨厌啦 去隔壁病房跟人家聊天 也不先跟人家说一下 明天早就走上去 去找烤烤酒 你都不给阿蕾机会了 可是阿琪对人家很好啊 雅卉啊 你怎么啦 你怎么坐了一整个晚上在这边 发肝又不喝酒 焦东哥呢 他人呢 我再给他二十分钟 再过二十分钟 方家东再不打电话来 我就要自己做决定了 我看雅卉今天心情都要好 你不要去烦他 可是在我看来啊 他一定是跟焦东哥吵架了 上次焦东哥来我们这边啊 怎么赶都赶不走 这次混洋会了啊 他们两个吵架模式都差不多嘛 差很多 我看这次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真的像爸爸说的一样 那就太好了 萱萱啊 我刚没说什么 你不要乱说了 哎呦 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好不好 这根本就不是普通的情侣吵架 那是什么 这别人的家屋室 你不要管那么多了 我已经开始闻到一股 单身的气息 这个检验报告过几天都会出来 虽然和太太不愿意偷偷养牙的病 不过检验的人是你 你可以过来看结果 检验报告一出来 我一定要知道 雅雅到底生什么病 我要提到出门 接下去出院了 爸爸 爸爸那天有什么特别的啊 为什么要特地圈起来啊 反正就有重要的事情好不好 是哦 有需要帮忙的 要告诉我了哦 你赶快去接阿姬出院吧 我的事你不用担心了 可是你每次我讲这句话 人家怎么可能不会担心 快点去接阿琪吧 不然等下见不到你 又摔断几根骨头怎么办 不会啦 我那我赶快先出门了哦 拜拜 拿的拐档还真的很难上楼梯耶 超级麻烦的 不会啦 你今天才刚才使用啊 而且你用久了 慢慢就会上手了啦 但是你拿着拐杖 就不能抱走我的宝贝啊 这样让我的心里 比生理还难过你知道吗 哎哟 你这样说 人家很害羞耶哦 宝贝啊 你害羞的样子还真是可爱耶 没有啊 好啦好啦 我赶快先扶你去休息 好 来 拜拜 小心 终于可以不用再睡病床 哟 雅昌哥 我这几天在音乐里面 让你担心了不好意思哦 不过你放心 我台北七霞已经回来了 那个打扫的工作 我还是会做啦 可是可能会慢一点 回来 这里又没有你房间 你回来干嘛 雅昌哥你真爱开玩笑哦 是是是 你是应该回来 回来把你的东西拿走 我可是大发慈悲啊 我帮你都打包好了 拿走拿走 包 怎么打包啊 我妹妹要搬回来 就这么简单 那我呢 哎呦我不要啦 怎么这样 那阿姐要住哪里啊 该不会要抢牛肉举头啊 怎么办啊 哎呦 之前啊 我可是大发慈悲 我才涉流他这个小野狗 在这边住 那现在我妹妹要搬回来了 我怎么不能把我妹妹赶走 让他这个小野狗住吧 哎呦 哎呦 嘿嘿 宝妹啊 嗯你也可以带他回去住啊 啊 不过呢 这个房租啊 我要涨一倍 啊 这巴巴拉呢 就跟你妈妈一样嘛 啊 她会允许你带这个小野狗回去住吗 嗯 你 宝妹 算了啦 我台北骑侠 怎么可能没地方住 此处不留侠 必有留侠处 走 不好意思啊 什么留侠啊 我们要去哪里啊 这有时间到垃圾啊 姐哥 來 慶哥啊 你按我們家門禮幹嘛 現在只有爸爸可以救你了 慶 你那樣子怎麼在叫啊 慶哥 我跟阿琪兩個人都還沒有結婚 不可以住在一起啦 我對阿爸知道 他會被打死啦 爸爸 可不可以讓阿琪住在土甲爾 蛤 住土甲爾 爸爸媽 拜託啦 不然阿琪就要睡路邊了 對喔 我怎麼沒想到 爸爸媽媽 姐姐 妳一定不會讓我睡路邊的對不對 好 你要住土甲爾隔離 可是我們要先約訪三丈 不准喝酒 不准出包 不然的話誰跟你求情都沒用 聽到沒有啊 楊芳琦 小朋友 好啦 不能喝酒 不能出包 再見 我快樂自由的生活 好 要請 小心 奇怪啦 怎麼沒有看到加東哥來這裡上班啊 他最近都不會來了吧 我跟你講真的有家的感覺耶 我以前怎麼從來都沒有這樣覺得過啊 至少這邊呢,有水有電,比別的地方好多了 阿琪啊,那你還睡哪裡啊? 沙發地板都可以啊,反正我自有帶被子,放心啦 這邊你很熟,廁所在哪?不用我跟妳講喔 關行用具有沒有啊? 放心,旅行組合是城市奇俠的基本配備 爸爸讓你住圖給我,你別好好感謝他啊 那是當然的啊,等我傷再好一點的話 我一定拼死拼回為圖給我賣命工作 當然也是為我的寶寶寶貝啊 阿琪,我讓你住這裡,我沒有打算送你房租 不過你要答應我幾件事 當然沒問題啊,為了報答巴巴拉的恩情啊 就算幾件事一百件我都答應啊 第一,等你康復之後 你不能再像之前那樣子,每日沒夜打工 沒問題 第二,你要照我幫你安排的方式去工作 星期一到星期五呢 白天你來中間公司上班 晚上就來TOKER幫忙 但至於六日呢,這裡雖然不營業 不過白天你也是要去房屋中間公司上班喔 知道了嗎 OKOK 寶寶,你的安排真的太棒了 那你就照我的安排做 相信我,這樣對你跟寶寶都好 放心 我絕對不會讓寶寶寶貝擔心的 好了啦寶寶,我們應該回去了吧 你在這裡啊,阿琪都沒辦法休息 媽啊,你怎麼吃 寶寶寶貝,你先回去休息啦 反正你晚上就可以看到我啦 好啦 好啦,你們先回去 我留下來看看阿琪有什麼需要幫忙的 你也早點休息喔 寶貝,走吧 如果家動有來,你們要自己搶位子睡覺 OK OK 再見 再見 總算有個地方可以安心的睡覺了 你啊,不要再讓寶寶擔心啊 我也不想啊 原本以為我亂保了一些意外險 之前住院的時候可以拿到一些賠償金 沒想到這個月的循環利息一下就把它繳光了 好啦,現在慘啦 我銀行裡面一毛錢都沒有 現在身體這樣子又沒辦法工作 先拿著,有錢再還我 憲哥 我也很窮沒錯 可是呢,我腳踏實地,沒對不起自己 你啊,等你傷好了以後 不要再像以前一樣鬼混 找份工作,把債還了 然後呢,存一點錢 把你的寶寶妹妹娶回來當老婆 憲哥 憲哥 我發誓 我一定會趕快賺錢還債 這兩...不不不,一年內 我一定會把錢賺好 然後把寶寶寶貝取回家 不用那麼騎啦,阿騎 不不不,這件事情絕對不能拖 我一定要趕快賺錢 寶寶寶貝,你一定要等著我 我自己給他 不不,一年來 Welcome to the toilette 我的運動 我會不會被賺錢 跟你的生命 你站在我的左邊 找錢 您做的夢 我會不會再餵 我一定會不會 在我內心 那麼大便 不好意思,我們午休喔 不好意思,是王醫師的爸爸媽媽 我以為是來掛號的 清源在吧 我去叫他 王醫師 王醫師,你爸爸媽媽來囉 當初我們家清源 要是選擇婦產科,那就好了 你在說什麼啦,什麼婦產科 你腦子裡面在想些什麼呢 我本來就是想到什麼說什麼呀 你都不曉得啊 最近我常陪窮美去婦產科 掛號啊,排隊啊,人好多呢 如果我們家清源自己就是婦產科醫生 那該有多方便啊 爸,媽,你們怎麼來了,牙齒不舒服啊 你爸說要跟你商量商量窮美的事 是啊,這窮美啊,最近一心一意的 想要懷孕,想要生小孩 可是我在想,如果完全沒希望了 他會想不開啊 以前啊,我跟窮美在唸大學的時候啊 他為了考試啊,可以三天三夜的不睡覺 讀書啊,讀書都沒關係 他的個性啊,也就是好強執著 現在啊,為了投入這個不孕症的治療 每天拼死拼活的研究 我怎麼勸得了他啊 這你拿去 這,媽,你拿存證給我幹嘛 你爸說,就要把這存證還給你 這錢啊,本來就是你跟窮美的 這一陣子啊,大家為了窮美的不孕症 都弄得憂心忡忡的 現在我們倆啊,每次見到窮美 不知道該說些什麼話 唉,就是嘛 勸她也不是,不勸她也不是 都不知道怎麼樣能夠讓她心情好一點 她難過,我們也難過呀 是啊,所以我跟你媽商量 我覺得啊,你在窮美出國去散散心 出國去散心? 對啊,帶她離開一下這裡 看看是不是可以減輕一下她想要懷孕的這種壓力 我聽人家說啊,壓力越大 就越不容易懷孕呢 她這樣,不就變成是一種惡性循環嗎 這,真說啊 唉呀,出去玩幾天不會有什麼影響的嘛 就算要出國 你不應該都要到這裡面的錢啊 這是窮美要給你們的,留著流著嘛 唉呀,清雲,你就收下吧 帶著窮美啊,好好地出去玩幾天 唉,之前啊,協業了那麼一段時間 事實上有沒有錢我們又不知道 錢啊,該花的時候就要花嘛 不然賺錢幹嘛呢 對啊,你們就去遠一點的地方啊 浪漫一點的地方啊 像法國呀,意大利呀,還是什麼希臘啊 你們就是再去度一次蜜月啊 唉,人生啊,真的太奇妙了 什麼意思啊 想到以前家裡啊,每天雞犬孤零的吵來吵去 那個時候窮美啊,根本一定都不像小孩子 可是現在呢,雖然懷不成小孩很遺憾 但是我們家的感情啊,變得更加緊密 真是命運從頭子 你是家在幹什麼啦 我們就是希望說你帶窮美啊,去散散心 改變一下心情 搞不好啊 意外就懷孕了啊 爸爸,手機在響 嗯,丁丁今天是假日 我們一起賴床好不好 不要理他 飛電池 飛電池耶 爸爸幫我收起到這麼多 好啊 爸爸,謝謝爸爸,婷婷最愛你了 趕快睡覺 喂,綠萍 綠萍 什麼 你要過來 是,媽媽 我要跟她說話 媽媽 你在哪裡 真的嗎 好啊好啊 拜拜 不是,是待會見啦 爸爸,媽咪說 二十分鐘再去門口接我 嗯,那只有二十分鐘 你趕快換衣服喔 今天假日你跟媽媽出去好好的玩 可是啊,要小心安全 對不對 爸爸 挺挺希望 你跟我們 可以一起去 今天難得假日 爸爸那麼久沒好好睡覺 你讓爸爸睡覺好不好 還有啊,家裡亂七八糟的 爸爸趁今天啊,好不容易休息 好好的整理整理嘛 好好好 嗯,那爸爸要好好睡一格叫我 嗯 嗯 什麼事 謝謝爸爸幫我收集到這麼多的飛電池 呀,我的小麻煩 那你趕快換衣服 二十分鐘而已,不可以讓媽媽等啊 來 你啊,爸爸問你啊 你每次跟媽媽出去的時候 是不是都只有你們兩個人啊 對啊,只有我跟媽媽啊 怎麼了 嗯,沒事,沒事 爸爸去洗衣服 趕快換衣服 來到櫻子 那你來了嗎 我先去看 今天是禮拜幾啊 爸爸 就是明天了 真的不需要我吗 谢谢你啊 需要的话我一定会跟你说好不好 真的哦 你要去下衣服啊 没有啊 去洗个衣服 好快去吧 有需要跟我讲哦 那附近啊 可是有植物园 不是你只要有老人小孩的话 随时都可以沐浴在分多金里面 就像在人间天堂空气超棒超屌 真的哦 这女人怎么这么眼熟 我是在哪里看过她 我一定有看过 在哪里啊 挺挺 她是挺挺的谁啊 我一定有看过她了 本来是等于减少你到底有没有怎么知道啊 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啦 喂 秦云哥 阿晴你知道今天是假日 你这么早打给我最好是有重要的事 就是重大的事情才会赶紧打给你嘛 什么事啦 我刚看到一个女的牵着挺挺的手离开 那女的就是挺挺的妈妈 挺挺的妈妈 也就是你 你的前妻 是我 我的前妻 然后呢 不是啦 秦云哥 挺挺的妈妈 你的前妻 她就是那天我在何家门口看到那个女人啊 你说你在何家看到的那个女人 是绿萍 真的真的 我记得她的脸啊 我们之前不是还猜她是不是芽芽的家庭老师啊 你确定 你 不 绿萍怎么会跟何家扯上关系呢 之前在何家门口 我就见过她两次啊 一找我的美女雷达 一赶一脑就把它输进我的美女记忆体里 应该不会错 喂 秦云哥 喂 喂 喂 秦云哥 喂 阿晴 可不可以麻烦你马上到我这边来 我想跟你确定一下 你看到的那个女人 到底是不是绿萍 好 我马上过去哦 我的美女 我也要是 你 是 我 我 跟 秦云哥 我就算受伤 我还从很远的地方赶来 你看我是不是很便宜啊 好啦好啦不要 淘口义气 赶快坐赶快坐 好啦等一下 小心小心 来来 仔细看一下 这个相片上的女孩子 是不是就是你看到那一个 对就是她 我们那天在河家站岗 看到就是她 我记得很清楚 第一次看见绿萍那天 是我跟清云哥 为了让巴巴拉和雅雅见面 开始记录他们家人进出的第一天 那天早上 我跟你约好 为了避免河家有人早起 我六点不到 就到河家门外 我准备了跟踪侦察必备秘密武器 目不转睛地盯着河家大门 要是我想尿尿 该怎么办 尿尿 正当我准备侦察行动 遇到瓶颈时 就在这个moment 大门像是听到了我的呼喊 打开了 但是从大门走出的 既不是老太太 也不是小女孩 我的美女雷达瞬间启动 帅气的美女姐姐走了出来 我现在才发现是清云哥的老婆了 我只是欣赏没别的意思 废话继续讲 大约快过了半小时 清云哥的再一次出现 我更觉得这个酷姐超正的 感觉她好像是要去超级市场 勾带里面看得出来有青菜啊 水果什么的 提着大包小包的 还是这么潇洒美丽 要不是她跟河家有关系 我一定过去搭讪 你再看仔细再看一次 会不会只是两个长得很像的人啊 不可能啦 我正妹辨识度超高的耶 这个人跟我看到那个 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啊 不可能会有两个人长这么像的啦 你看她的发型 发色 还有笑容 根本跟我看到那个人 根本一摸摸一样样啊 可是婷婷的妈妈 怎么会跟河家扯上关系呢 她们应该扒竿子打不着的啊 而且我在社区从来没看过他们 如果她带着婷婷出现 婷婷看到我 应该也会叫我啊 如果她真的就是绿萍 那上次她送婷婷回来的时候 就表示你还没有出院 绿萍出现得太突然了 她好几次私底下跟婷婷见面 还交代婷婷不要告诉我 我问她为什么她都不说 欣勇哥 你那个前妻还真的蛮神秘的耶 会不会就像那个死密师夫妇里面 那个安杰丽娜求婷一样 表面上是平凡的家庭主妇 私底下 却是那个FBI的特务 我们心情跟你开玩笑了 绿萍是婷婷的母亲 这件事牵扯到何佳甚至是雅雅 天哪 我想到就一个头两个大 对了 如果真的跟何佳有关系的话 那 她应该多多少少知道雅雅生活情况 那巴巴拉不就可以知道 更多雅雅的事情了吗 像她到底是得那个什么压力 创什么病是不是好了 而且 她跟何佳很熟的话 巴巴拉下次想见雅雅 就可以请她帮忙 就要偷偷开门让我们进去 巴巴拉就可以随时看到她女儿了耶 这件事已经够复杂了 我们还是先观察一阵子再说吧 还有 我前妻说她已经订婚了 然后 又照你说的 她看起来像是个家庭主妇 这件事不会跟何佳有关吧 什么 他已经订婚了 这些男佳人怎么会这样 不是啊 清明哥 我的意思是说 你才跟他刚离婚 他怎么就订婚了 现在事情够乱了 而我们知道的线索又太少 这 阿晴 这件事有太多 这件事有什么事 清明哥 你放心 我已经瞧到一个最有力的监视位置了 好 我会把手机调最大声 我不当狗仔太可惜了 真的 OK 就现在这样 好 来 怎么这么热啊 热到我想睡觉 不行 我一定要帮清明哥好好盯着他们 你怎麼睡著了 不行 我們要盯好 先生 我想要看這個房子 先生 先生 寶寶寶貝 阿琪 你是不是睡著了 我沒有 君哥 我看完前妻了 他們回來了 你趕快過來 好 走 快 寶寶 寶寶啊 你妈咪长得好漂亮哦 你也遗传到她对不对 有没有人说你们两个 长得很像姐妹啊 不好意思 我想送甜蜜回家 等一下嘛 聊一下天嘛 好歹我也跟甜蜜住了好几天 跟你 阿琪哥哥 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 每天一直上班上班 每天好忙好忙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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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和我送回来了 再见 妈咪 秦云哥就是她了 那天在何家门口看到就是她 婷婷 你跟何家是什么关系 没有啊 不可能没有啊 我上上礼拜在何家门口 我会看到明明就是你 你穿着绿色洋装 白色高跟鞋 还背一个卡级色包包 对 那天就带跟你今天带的像一模一样 我美女雷达准确度 可持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五哦 你可别说你是例外的那零点五 我会少说这零点五啊 所以我想谦虚一点 玉米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啊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婷婷还在 有什么事我们以后再说 婷婷 你先帮我送婷婷回去 哦 好 婷婷乖哦 你当阿琪可可的小肩膀 先带我去你家休息一下好不好 走啊 你到底要问我什么 你跟何家到底什么关系 既然你们都已经跟踪了 何必要问 对 我是跟何家的人订婚 见到你满意了吗 王先生 还有什么问题是我必须 或是有疑问要回答的吗 我又没有跟踪你 阿琪会认出你 你是刚好在何家门口遇到的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 我先走了 带着我们共同做的梦 乘着白云飞到永恒那个 向前冲 看着表格向前冲 成功的爱 愈愈会想起 成功的爱 愈愈会想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几天看起来都心事重重的 问他也不说 到底在想什么啊 那个圈起来的日子 不就是今天吗 巴巴拉从几天前啊 就常常盯着那个红圈圈看 问他什么事也不讲 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巴巴拉 今天是不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 需不需要我陪啊 不用啦 我自己处理就可以了 你忙你的嘛 真的吗 可是你今天一整个早上 都盯着那个日历发呆 而且那个日子啊 已经圈起来很多天了呢 问你你都不告诉我 人家很担心你哦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就可以了 你还是把阿启管好吧 好吗 好啊 你竟然不是跟他约吃饭 嗯 那快点去啊 真的不需要我 那我出门哦 嗯 谢谢你啊 今天报告就会出来了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都要想尽办法救芽芽 喂 你好 我是沈静芬 我今天有跟蒋医师约好要看检验报告的 麻烦你通知他一下好吗 嗯 沈小姐 不好意思 蒋医生今天下午的门准临时请假 可能要请您改期哦 请假 为什么要请假 是不是芽芽病情又恶化了 所以她今天还特别请假的 嗯 沈小姐 真的很不好意思 这方面的讯息 我没有办法透露给您 请您改约下次的门诊时间 再过来看报告好吗 我会依照约定的时间过去 不管假一线几点回来 我都会等她 回来了 老板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医院 医院 嗯 上次的检验报告出来了 我想去问医生 到底他得了什么病 如果医生不肯告诉我 我就要直接找芽芽的奶奶 如果真的跟何家有关系的话 那 他应该多多少少知道芽芽生活情况啊 那爸爸他不就可以知道更多芽芽的事情了吗 像他到底是得那个什么压力 创什么病是不是好了 而且 他跟何家很熟的话 爸爸他下次想见芽芽就可以请他帮忙 就要偷偷开门让我们进去 爸爸他就可以随时看到他女儿了 那我不可以多聊了 我先走 等一下 有些事可能跟你有关系 或许会对你有帮助 什么事 我先问你啊 这个何家除了何太太跟你先生之外 还有其他什么人吗 有啊 我先生还有个弟弟 不瞒你说 阿琪之前在何家门口盯哨的时候 有看到一个女的在何家进出 我跟阿琪确认过 那个女的就是我的前妻 你前妻 她在何家 是 抱歉 请问你是哪位 我是 谁说你在这个家里头是随便致电话的 怎么了 我突然想到 有一次我打电话去何家的时候 何家那头有一个陌生的女人 接着电话 那我想那声音 那应该就是你前妻吧 如果真的是绿 如果真的是我前妻 跟何家有关系的话 那我想她已经知道芽芽的状况 那 那你的意思是说 你先不要急 我看我打电话过去给她 约她出来跟她碰个面 说不定可以问她一些线索 那你可以现在打吗 对不起 预言还别让我很担心 会不会 会不会不方便 我现在就打 又有什么事 喂 玉萍 有件事想麻烦你 什么事 电话里不方便说 我们可不可以碰个面 我跟你之间除了婷婷 还有什么好谈的 这次不是为了婷婷 可是真的很重要 可不可以麻烦你跟我见个面 我跟你之间除了婷婷之外 还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谈 我知道 只有这一次 以后我绝对不会这么麻烦你 好不好 好了好了 什么时候 等一下 好 好 我会去 但是我没办法带铁酒 我跟她约好了 可是我们不能迟到 她绝对不会等我 那我们走了 好 天远 我才以为应该怎么问你就好了 就直接问吧 没时间绕圈子 我觉得 他为老师告诉你吗 我也没把握了 但至少问了 就有一线的希望可以知道 芽芽的状况 是什么重大的事 我们也要结婚了 不不你别误会 我跟芊芸只是朋友 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 既然你都住进何家了 我就这么跟你说好 芭芭拉她就是雅芽的妈妈 雅芽的妈妈 怎么没有雅 怎么可能 我跟你一样的惊讶 所以要阿琪亲眼确认 既然你跟何家有关系 你应该知道 何家有个大儿子 虽然我婆婆不肯承认 但是我就是何家的大媳妇 我应该听过你的声音 有一次我打电话过去 好像是你接的 你是晋芬 既然你住在何家 你应该知道芽芽的状况吧 何家不让我见芽芽 也不让我知道她任何的消息 你也是做妈妈的人 我希望你能够提亮一个 做妈妈的心情 请你告诉我芽芽的情况 她是不是生病了 是不是病得很严重 绿萍 如果你知道什么 你就告诉芽芽啦吧 拜托你 好 既然那通电话是你打的 那你们就应该知道 何太太对我是什么态度 对不起 我知道了十分有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威脸 我们到外面去说 先生 芽芽怎么会蠢得这么厉害呢 还有 她怎么会骨折呢 我给她做过检查 芽芽的骨池密度是富二 富二 很严重啊 正常应该是多少啊 零到户一算是正常 户一到户二算是骨质流失 以芽芽这个年纪 加上骨池密度持续流失 是很危险 我们已经很小心在照顾她了 之前血糖低又贫血耳朵发炎 你现在又骨折 医生啊 为什么芽芽的状况会这么多呢 这次在帮芽芽接脆骨的时候 发现芽芽肾有状况 肾 芽芽芽的肾有什么状况 芽芽有进行性肾衰竭现象 医生 你说我都不知道 她的肾到底怎么了 她的肾有点缩小 所以贫血的情况还明显 你看到她会喘的严厉 一方面是慢性肾衰竭 另外一方面是她的肌力 我的身材可以给她 那也要血尋吻合才可以移植 你是A型 芽芽是B型 有一件事我想应该提出来 虽然你听了可能会不高兴 但是这毕竟是芽芽的机会 你说 我救芽芽这么一个孙女 只要能救她 我再说不行 之前芽芽妈妈有来医院 我们也为她做很多的检查 她是芽芽的亲生妈妈 虽然检验结果还没有出来 我想你该联络她了 说芽芽得肝桃除肌症 这是什么病啊 我是说我也不清楚 这是我偶尔听到她们的一些 之间谈法来听到的 那你还听这些什么吗 她们还没有提到什么 芽芽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芽芽芽吧 她是芽芽的妈妈 她非常地心情 你当然知道一个大妈妈的心情 她自己也是妈妈 你没有别的意思 作为大家 也有不学 除了奶奶跟芽芽之外 不是不吃太吃的 也不接触好吗 我知道的就是 芽芽的奶奶用完品 不能太甜 也不能太油太鹹 結果她比奶奶 買了很多米粉放在家裡 我想 應該是這孩子 給你吃一半的便宜 她的情況很嚴重嗎 她看醫生的狀態 必須比一般小孩子還要比一般 實際的情況 她奶奶不會讓我過胃 我一直有在找雅雅的醫師 可是蔣醫師有被吩咐過 不能夠透露病情 有一次我打電話過去 護士告訴我說 蔣醫師有外者 我就一直求那護士告訴我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求了好久 護士才告訴我說 是雅雅發燒了 醫師被我婆婆 又請到家裡去 既然現在知道 什麼是肝腸出血症 我就回去查吧 網路上一定有這些 病人相關資料 好了 我該走了 抱歉 我知道的只有這樣嗎 來 綠瓶 又怎麼了 如果你還知道 什麼可以告訴芭芭拉的 還是麻煩你 你以後除了甜蜜 請你不要隨便打開給我 吃一碗 康復 再給我吃一杯 謝謝你 你不送他 你不送他 不用了 你看他對我那個態度 現在該怎麼辦 回去查資料 走 何佳打來的 喂 我是蔣醫師 蔣醫師 怎麼是你 聽跟你說聲抱歉 今天跟你爺的臣 臨時取消 是因為芽芽有一點多痛 芽芽 芽芽怎麼了 已經沒什麼大礙了 只是 只是什麼 只是什麼啊 蔣醫師 蔣醫師 不用交得那麼親熱 不用交得那麼親熱 我想與你到家裡 我們有事要跟你討論 好 我一定到 星期二下午三點 就這樣吧 芽芽他奶奶約我跟他一見面 我可以見到芽芽嗎 太好了 好 我覺得不太好 一定是芽芽情動變嚴重了 他才會不得已打這種電話的 至少你可以親自去面對 知道事情的真相 不用這樣日夜擔憂了 不要趕 我給你去 芽芽芽我幫你 不用啦 只有一點點衣服 芽芽都快遮好了 芽芽 芽芽 你心情好不好 你怎麼突然關心起 芽芽的心情啊 芽芽 你跟媽咪 還有在吵架吧 你是關心媽咪 還是關心媽咪 都擔心也關心 沒有啦 芽芽跟媽媽沒有在吵架了 對 你收那麼多費電池 你現在應該是 班上的第一名了吧 哪有 那些費電池 是芽芽搜刮整棟辦公室大樓 搜刮回來的 這樣還沒有辦法拿到第一名啊 芽芽有兩百顆 要贏她應該很難 芽芽啊 你為什麼想贏得這次比賽 為什麼想得第一名啊 第一名有神秘禮物啊 神秘禮物 什麼是神秘禮物 神秘禮物講得出來 就不是神秘禮物嘛 所以你知道禮物是什麼嗎 嗯 老徐有偷偷告訴我 是什麼 不能講啦 這是婷婷一個人的祕密 你小氣鬼 你不是說我們兩個都沒有祕密嗎 你怎麼還可以藏自己祕密 你不要再問我 我會生氣啦 好啊 不要問就不要問 我會生氣的 很疲勞 她看醫生的狀況 的確比呢 她要 felt 對 好患 实际的情况 奶奶不让我顾问 对不起 对不起 像天宗 看着表格像天宗 成功的爱 跟音乐会响起 成功的爱 跟音乐会响起 诶 雨婷怎么一个人 打鼻在家做晚餐 我刚刚去小悠家玩 小悠说她想要看我的天才猴子 所以我就带我的天才猴子去她家玩 小悠也喜欢天才猴子啊 我跟她说这两只猴子都是阿姨送我的 她想跟我借一只去玩 可是这两只猴子都是我的宝贝 所以我没有借她 那下次你送一只给她好了 阿姨再买给你就好了 不行 阿姨送我的东西 我不可以送给别人 我妈咪最近回来 所以我比较少来找阿姨 婷婷 没关系 阿姨不会怎样的啦 只要你开心 阿姨就开心了 爸比有跟我说阿姨最近很想念芽芽 所以应该婷婷要来陪你 我觉得我可以见到我妈妈 爸爸那阿姨一定可以再见到芽芽 婷婷 谢谢你 爸爸不是在煮饭吗 快点回家吃饭 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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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我 为什么 八十七、八、八、八十九 没啦,还没破百耶 卤卤有两百颗 我连卤卤一半都不到 怎么办 加冻爸爸家会不会有啊 加冻喔,好久没看到加冻 那你觉得加冻爸爸家会有吗 有可能喔,爸爸去看看 我功课写完,那你可以带我去吗 好啊,一起去,找去找回,走 耶 走 谁啊 来了 加油 夏哥 爸爸 星雲 你又不來啊 你家多久沒整理啊 這麼亂 我回來連睡覺都沒時間了 還整理的 還沒事吧 給你帶著吃會過來 不過是兄弟 只要沒吃飯你就太壯了 這怎麼猜的 是婷婷有件事要麻煩你 我也想說好久沒過來看看 你應該過來找一下 婷婷有事要家多爸爸幫忙 你說 家多爸爸一定全力以赴 家多爸爸 婷婷要請你拜託幫我說 廢電池 廢電池 婷婷他們班上在舉辦 收集廢電池比賽 我找爸爸幫忙 可是現在婷婷的神奇 是班上倒數地五 是怎麼可以咧 所以想說找你幫個忙 我以為那種難事耶 來收集廢電池這麼簡單啊 婷婷放心 想把我拼了一命 幫你收集廢電池 讓我們婷婷拿第一名 好 賈董 我是說這個婚都結了 要不要找雅蕙好好談一談 你現在工作這麼辛苦 一個人這樣子 家裡也是要有人照顧嘛 他會照顧我才有鬼的 還聽到我負債 當裝潢工人 馬上掉頭就走 你說要現不現實 這種婚姻啊 結束也好 爸比 是不是 你跟媽咪離婚 婷婷婷很難過 爸比也很難過 可是為什麼 雅蕙姐姐不理家動爸爸 家動爸爸好像也不會難過 這個是因為 因為婷婷你很愛爸比跟媽咪嘛 那看到爸比跟媽咪分開之後 婷婷就很難過啊 那爸爸看到婷婷難過 爸爸就會跟著難過 那家動跟雅蕙 他們是因為 是因為 是因為啊 雅蕙姐姐是個外星人 他是人血動物 外星人跟地球人是不能溝通的 家動爸爸不能跟他溝通啊 所以一點都不難過 你不要跟婷婷亂說啦 事實是如此吧 如果他不是外星人 為什麼不能了解我的處境 說走就走 是不是不結婚 就不會吵架 也不會離婚 出來 有這種病 多半活不過二十歲 最後會死於呼吸衰竭 這是真的嗎 如果配對成功 只要能夠提供出來的 不管是骨髓 肝臟的腎臟 你都會拒絕 放心 我會的 我已經把你當老婆 當家人了 我現在因為我工作不順利 我負債 但是我沒有逃避啊 感情不是交易 婚姻關係就是交易 老公養老婆 老婆照顧老公 桑家總 我給你的交易取消 這麼好賺啊 我以前怎麼都不知道這種事情 她這一期開始負責我們星座運勢的專欄 慶哥就是何先生 我們雜誌的發情人間總編輯 從沒想過會再度與你相逢 這段時間我們改變了什麼 為何從來不覺得你離開過 原來我的愛還沒追過 如果當時有什麼還沒有說 其實我也早已明白了所有 你錯過的永遠美麗而執著 總算我們也很很愛過 只飛機給了我們勇氣 去做夢就算沒有一起到最後 只飛機帶著我們共同做的夢 乘著白雲飛到永恆那個山峰 如果當時有什麼還沒有說 如果當時有什麼還沒有說 其實我也早已明白了所有 你錯過的永遠美麗而執著 總算我們也很很愛過 只飛機給了我們勇氣 去做夢就算沒有一起到最後 只飛機帶著我們共同做的夢 乘著白雲飛到永恆那個山峰 大家 大家照顧 我們都是一家人嘛 不要再唸 不要再唸 因為我不知道我要說什麼 對 對 你都知道他那麼短 我還是想帶著婷婷獨立生活 一 而且我現在的工作越來越穩定 也知道要怎麼照顧婷婷 如果真的要我搬回來的話 也不一定要在這個時候吧 八 一 來 中間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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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想要搬來跟阿嬤阿嬤還有阿伯 和阿嬤一起住 然後爸爸 爸爸不讓我住 就是我不高興 那種怕打針的感覺 我很喜歡打針 我很喜歡打針 我不喜歡打針 是 不像蚊子 就感覺很像 蚊子 是嗎 很痛耶 我小時候就不喜歡打針 太打針吧 打針 不要打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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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應該有針 有針 沒有,沒有針 這一條 那邊 這一條就是針 沒有,這一條 最近天氣太遠了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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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掛旁邊這邊 這一條要鬆 好,來,剪哥 你幫我坐左邊一點 臂來坐左邊一點 臂來坐左邊一點 臂來 臂來 所有人都來了 這兩條都來了 這兩條都關了 這兩條都關了 一、二、二、二 我中學好感冒 我中學有感冒 我中學有感冒 我怎麼刮了嗎 難過 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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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見了 乾 你還有個爸爸耶 我找腳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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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家找腳 利家找什麼 阿衝 謝謝大家 謝謝 7秒 7秒11 謝謝 來 這你有出發了,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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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再拍一次嗎 我們不行耶 謝謝 我們不可以再拍一次嗎 是不是 因為這是一個牙醫人數 來,你們再關 沒關係 這牙醫是你拍的 所以你是老闆 我們有今天 可以實在驜訪我的 否有 誰回到 等一下